有朋友問175 175 以前我都有介紹過的 175 現在開始好樣了 如果你看回它的成交來講 成交來講 你要看一下 小小的 周線圖上這幾個成交是在上升的 所以如果你看回它的成交 你會知道這裡成交 這一條藍色線 這個就是在上升的成交 所以繼續就有後計了 今天怎麼樣呢 希望今天還是站起這個 五天成交的平均線之上 若然是這樣 後計還有力 如果已經在五天平均線之前 就已經是失去了 那就不好了 不過照樣應該升得到的 因為現在才只是半周 沒有理由下周的時候 文社會推穿多少 那當然最好是怎樣呢 推到好像這樣啦 這樣啦 這樣啦 這樣啊 更正 是不是 就是好像這樣 要推到這樣 這樣更正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好的了 這個是周線圖 你看到 日線圖啦 你看到 在這裡 成交減少了之後 現在開始成交增加 它第一次增加成交 穿破五天平均線的 在整個這個浪來講 在這裡 它第一個發出的信號 你知道 我來了啦 那些錢講 那所以 跟著就可以了 再跟著就說 我又來了 在這裡 你一定要去到這樣 破到這些主要的位才可以的 這個來就是挑戰這個保利卡通道中足 這個來就是挑戰保利卡的上族 那繼續是這樣的話 你就看到了 那就開始就好了 那 開始留心啦 今天成交如何 昨天 成交縮了是好的 因為它不潛 如果不潛的話 而成交是會萎縮的 就代表那些人還是適受 如果好像是這樣 跌下來的 而成交是增加的 那就是你知道 後面還有得跌 要跌到這樣 跌到可以了 那慢慢就可以有回途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看成交 這個也很重要的